火器队射击 到处徒来 北方大炮 舟子 这下完了 我们的大炮没法开放了 让徒来回来 大帅 按照原计划 我们既被军压了 立即回龙门内城吧 进入的火炮没了 我们的目的也算是达成了 把小民们的尸体和受伤的 都用回去 此时的虎牢关外 罗夺亲自率领的剑奴大军 也已来到了关外 看着已经禁闭的虎牢关城门 和虎牢关上望风的明军 罗夺知道 自己这边的赤猴 明显查探到了错误的信息 巴扬拉厄山的 鬼主子 厄山张经让奴才 先回来禀报消息 但现在奴才还没有看见 厄山张经大人 不传军机 把伊可阿拖下去斩了 扎 主子饶命啊 明军守虎牢关 不义分兵 立即传令给尼勘 卓琪立即放弃攻打龙门关 来虎牢关汇集 扎 传令下去 就地扎营 这 公顺王把你军的大炮运上来 随时准备用大炮轰成 扎 独裁领命 现在剑奴有红衣大炮 所以 虎牢关的吐气城门 挡不住他们 按照严定计划 我们得把他们放进来打 承认为 多多只怕在看见虎牢关 有重兵把守后 会放弃分兵攻打龙门和南阳 甚至可能会把离虎牢关 比较近的龙门处的分兵掉回来 到时候会不利于我军 我军一旦与多多打成了焦灼状态 如果再出现一支剑奴生理军 很容易使我们没法击退剑奴 甚至反而容易被剑奴击溃 使得守住虎牢关的计划 攻亏一溃 真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得让多多 把分出的兵掉回来之前 把多多不击溃 使其不敢犯虎牢关 陛下圣明 但臣根据前线的人回报说 多多现在只在关外伐木扎营 似乎还没有攻打虎牢关的迹象 可见 这多多用兵还颇为谨慎 朕听说 这多多是个脾气暴躁的人 为陛下 是的 据我们锦衣卫的细索回报说 多多此人试杀一幕 因木里马之死 此人净途了陕西铜关 蓝田等树城 欠下陕西汉人 累累血债 那就把厄山压到城楼上去 当着多多等人的面 活寡了这厄山 激怒一下我们这位大清御亲王 是 这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这是什么明军 这是哪只明军 王爷 多多 你图我汉人 我杀你家奴 你可想过你们这些人 也会有被我大明处置的时候 我劝你趁早滚出我中原 否则 他今天的下场 就是你明天的下场 温盈 龙世王 你们天佑金的红衣大炮 运上来了没有 什么时候可以开炮 鬼主钻 已经全部到位 随时可以炮轰虎牢关 诸位 我大清兵何时受过 鸣狗这样的羞辱 词儒不能不报 本王原是想 等离开所带兵马 来了后再攻城 但现在本王改变主意了 我们先攻进虎牢关内 屠了这虎牢关 本王不相信 但虎牢关的明军 也汗不畏死 就算这些明军汗不畏死 难不成 他还能有十万 乃至百万精兵不成 我大清少万雄兵 也是汗不畏死者 未必怕了他明军 王爷说的对 苏来明军就几个不怕死的 当年也就混合一战 七家军余部 才敢与我大清兵死战 但即便这些明军 真是七家军一样的又如何 我大清八旗兵 也不必畏惧 无非是多死几个人而已 就是 王爷 您下命吧 没错 我大清天下无敌 无必怕他 对 该如此羞辱我满招勇士 必须屠了这户牢关 天下汗人没一个好的 当今斩制 主子们息怒 主子们请三思 鳄山张经大人买百甲兵 我大清百里挑一的勇士 寻常明军 别说活捉他 连碰见他都得疯狂逃跑 如今这些明军 别说活捉 还敢当着诸位主子的面 活剐他 这说明这些明军是有准备 甚至是故意激怒诸位主子 一奴才看 所带兵马到来 大家在一起攻打虎牢关 比较稳妥 混账奴才 别以为先帝封你为王爷 你就真把你自己 当些主子来了 你们这些怕死的汉狗 怕他明军 我们大清勇士可不怕 他明军有准备又如何 在我大清勇士面前 就算他是七家军在世 老子也敢去杀他个七进七出 不就是死 谁怕呀 活络 不得无礼 宫顺王 没事吧 谢主子 奴才没事 虽然宫顺王说的有道理 但伯洛说的也有道理 我大清勇士 未必怕了这明军 传令下去 立即攻城 进屠虎牢关内汉人 时日不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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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友德 你们天有兵 立即轰城 本王要在一个时辰内 看见虎牢关城 变成一堆瓦力场 各其其主 立即召集各其牛路 随时准备冲进虎牢关 突进关内汉人 准备冲 好